对民进党只有一项是真的 就叫做输不起 国外改革复义表决在即 来因业余政院理由变变变 中间一句就是输不起 新韩文中七项反对理由不见了 取而代之六点呈现 其中先前末世自言改成违反程序 空转换成影响 怀疑更以如何认定取代 保留原有概念修改用词 就被嘲讽是信许吗 他从头到尾就是信许 不管七个六个 事实上他的理由全部都不成立 必须讲就是硬掰硬拗出来的 理由不止来因不买单 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日前也给党员一封信 抨击民进党抹黑抹红 再也增加朝野对立 行政院的七大副议理由 柯文哲更嘲讽全部都是文宣口号 而柯文哲这话似乎也暗指 副议表决在野蓝白有望 再度联手抗律 应该可以再结合一次吧 因为当初通过就是蓝白合作 那现在当然就是再一次蓝白合作 把它捧杀掉 台湾民众党党团的立场非常的清楚 我们会反对行政院所提出的复议案 毕竟有近六成民意希望立院焕然一心而面对绿营公事 连发号召群众走上街头 拖延改革议程 作家杨兆看不下去 质疑执政者已经有相当大的权利 为何还要集结群众来支持执政者 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态度是 要本于事实 就事论事 而且不要双重标准 六二一复议案表决战 再也合作庭改革 有了更多民意撑腰 蓝白将再度上演 联手戏码 让阳光照进国会 东森新闻校园局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